霹雷州行政议员 杨祖强虽然背负强奸印尼女佣的嫌疑 不过当事人今天恢复上班 强调案件还在调查 他还是行政议员 另外今天再有多名霹雷行动党 现议员声援杨祖强 更反驳马华指控火箭 干扰警方调查的说法 负责掌管霹雷州房屋 地方政府 公共交通 非伊斯兰事务及新村的州行政议员杨祖强 今早9点15分抵达州政府秘书署办公室 这是他星期二获释后 第一天恢复办公 杨祖强相信警方的专业 他也会全力配合调查 如果警方需要长时间调查 他或许会暂时告假 另外金宝县议员李正耀今天连同多名县议员和双溪谷月村长张有力召开记者会强调 火箭多名老党员和杨祖强相识多年 绝对相信他的人格 再加上杨祖强是虔诚基督徒 教会朋友对他印象很好 认为他是个顾家好男人 李正耀也反驳马华的指控 强调火箭并没有干扰警方调查 我觉得如果说干扰 我相信是不会吧 因为这是我们的一个精神上的支持罢了 所以我们也没有是通过什么文告是叫警察做什么和做什么 我们也没有是这样做 只是一个精神上的支持 我们给YB朋友知道我们在后面全力的支持他 他还是相信他是无辜的 镜头转到森美兰芙蓉 一名退役军人染指17岁干女儿 64岁被告今天被控上庭 不过否认有罪 控状指出 被告上星期六在波德森住家性侵少女 抵触2017年儿童性侵法令第14支A条文 一旦罪成可判监最高20年和边吃 法官允准被告以8000令吉保外 禁止接触受害者 案件则定下个月19号过堂 槟城也有一名六旬长者为老不尊 今天在大山脚推示庭面控 罪名是非礼一名音乐老师 这名66岁被告是上个月2号在北赖超市后向对受害者上下棋手 因此违反刑事法典354非礼条文 一旦罪成将面临最高10年监禁或罚款或两者监失 被告否认有罪或准以5000令吉和一名担保人保外候审 法官则定案件在下个月13号过堂 网友调查了